英文有國安呢 其實這件事就不應該有意外的了 因為其實你2021年之後呢 港府教育局推出這個國安的課程框架的話呢 其實這麼多科的中學的或者小學的科目呢 其實都需要有國安的元素 唯獨是英文裡面沒有國安元素 還未曾有啦 可以叫做 其實對於教育局來說呢 是一個不理想的做法來的 因為國安必須鋪天蓋地 所有人每一科都必須要用相當的課事來學國安的嘛 這個才是彰顯到新香港那個教育的強大偉大特徵 祖國萬歲 中國優先這樣的做法 所以最終呢 現在就必須要有這個國安的元素在英文科裡面 所以這個教材包括了什麼呢 就是包括了這個 那個糧食安全啊 生態安全啊 太空安全啊 和文化安全等等 那如果你聽到剛才這幾個元素的時候呢 其實你也有一點感覺呢 就是說 它20個國安的範疇裡面 它選了一些比較遠性的 就是範疇呢 來做教材 就是在英文這個可以叫做域外之地裡面呢 不應該是太過硬銷這個國安 它只是把一些比較遠性的範疇呢 來做教材就算了 它就沒有把一些政治性太強的東西放進去 那所以某程度上呢 它都算是一些有人性的做法 它不想英文裡面呢 太overload with Chinese politics 不想太多的正正字在裡面 那但是其實這件事情呢 就算它還沒有這個國安框架 就是進去英文科之前的話呢 以我所知有個別的學校 其實自己已經是用自己的方法來先行的了 我聽過有些例子呢 有個別的學校其實是已經用著 習近平的講話的英文版來做教材 那所以其實大家都知道這一陣風遲早會來的了 那他們自己就首先做了先 那起碼就是說 到時候讀學問開的時候呢 他們就說 欸 我有多聰明啊 我有多聰明啊 我是將這些東西放在教學裡面的啦 我說你不要讓你黑住我啊 麻煩 我們很乖的 這間學校 那所以其實大家都在順應這個時勢 如果說我用一個白一點的話呢 大家每一科裡面都在做奴才的東西的啦 那就是都必須要加國安的元素進去 大家的問題就是說 我們必須要問一個問題就是 這個是不是一個教育裡面應該要做的東西 那因為其實每一科都是有一個雙 就是不是很多的課士裡面 最多不是八幾個小時 那你竟然是要 每一科都要做相同的東西的時候呢 其實你是剝削著學生去學一些更加優質的教學內容的一個權利 英文為例的話 其實說真的為什麼要學這麼多國安的東西呢 其實你在學校裡面這麼多必修科 中文那些已經有了 那中文其實已經肩負了一個有國安的元素在裡面 其他修修科也都是 為什麼一定要逼這個英文科 那為什麼你不是要安安靜地讓英文科去學好的外語就OK呢 那我都不用你學沙士比亞了 也都不用學近代比如說黃爾德啊 Oscar Wild那些優質的英文 你學Harry Potter也好啊 是不是呢 那但是你現在竟然是要浪費課士來學一些其他的科目 已經是在學的東西 那其實這個呢 其實是真的變成 就是我另一個朋友說的 阿宗Sir說的 阿宗建華博士 這個是國安癌細胞來的 其實真的是 每一科裡面都必須要有它的影子在這裡 來去蠶食你的課士 那其實這件事情呢 其實我們有另一個例子已經說明 其實那個問題其實是應該要解決 而不是將它擴大 這個是什麼例子呢 就是說我最熟悉的一個範疇 就是歷史教育 因為其實很多年以來 其實所謂中西市之間 這兩科的科目其實那個重疊程度是很嚴重的 中市就固然強調五千年國市就沒有辦法了 但是歷史科呢 其實原本如果它只不過是一科 可以用這個英文去作答的話的科目 其實它理論上跟這個中市又沒有重複的 但是譬如以A-level為例 它後來因為它可以讓你讀這個 用中文來讀的嘛 所以在高考的 最小的高考層面的話呢 其實它就從中市之間有一個很大的重複在這裡 由晚清去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市的話呢 其實全都重複了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 中西市開了考之後呢 我們都會問了 中市沒有問文革喔 那西市就沒有讀文革 出文革這樣 那這個問題其實是很奇怪的 那為什麼同一個 topic 我們會 expect 兩科都會出呢? 因為其實他們的課程範疇 其實是有相當大的 就是重複了在裡面 這個歷史造成的一個史言 那所以其實我們這麼多年裡面呢 其實都探討著說 這個問題應該怎麼解決 是不是讓它無憂志的 來保留在這裡 那甚至乎就是說 回歸了之後呢 那大家就探討著兩個歷史 有沒有可能是去合併 合併的模式 究竟是我們說得白一點的話 就是中市自有西市 還是西市自有中市呢? 那早一陣子 早二十年呢 我們覺得應該是西市自有中市的 因為為什麼呢? 西市本身分析框架那樣東西會做得仔細一點 那所以就是說 比如2005年的時候 我曾經做過西市的 對不起 做過中市的考評局科目經理 做過半年 那時候其實我們是嘗試是把西市的元素呢 是擺進去中市裡面 所以那時候大家是很害怕的 啊 楊永宇做中市 整科可能會是所謂中市西市化的 曾經有一段時間是這樣說過的 但是現在政治環境就突然變了 那就是今年的歷史科也都說明了 因為他今年是找了一個中市底的人來做這一科的事件主席 那所以整科的中市化就非常的明顯 那所以這些討論呢 這麼多年裡面都是在進行的 那但是前提就是說 大家知道第一 科目之間是不應該有這麼多重複 所以這個是一個問題 第二就是說探索緊應該怎麼處理吧 那所以這個舊的問題 都未曾去處理好的時候 那但是現在馬上就有新的問題發生了 就是說各科 各科 現在講的是二十幾科 上級的DSE都是這樣 DSE的科目之間 或者是中學裡面的科目之間 那個重複程度是史無前例這麼多 因為你各自都加了國安元素在裡面 那就是用了這個 譬如以英文方為例 就是用英文來學國安 那就是你是令到一方外語都要為中國來服務 為中國政治來服務 那這個東西其實就很不理想 那所以其實假設有些塞高財通的大陸的朋友 那就是香港的教育 那時候過來香港 當你發現香港的教學 竟然是科科都要學國安 所以說練他們取之若傲的英文教育 當中都有這麼多國安元素的時候 其實他們就會發現一個問題 就是香港這個教育是被左思想入侵得很厲害 如果他們有一個有識之士的話 他們會發現香港教育其實並不是他們想像中那麼理想的 所以如果他們把這個信息傳給大陸的時候 其實香港現在以教育來吸引一些所謂高財的朋友過來的時候 這個這樣的良好意願的想法 會不會有朝一天都會破產呢? 所以有時候這些東西是求人得人的 這些東西不會做得太過分 如果當人家有老的那些看到的時候 其實都會最早發現有問題的話 是會離棄你 所以其實這個英文科裡面搞國安的話 已經是一個警號來的 因為將來它的框架 就是用英文來去學國安這個做法 只會那個範疇越來越多 而不會少 這樣的時候其實香港的英語教育都會去變質 到時候如果假設一些好的英文教師 都相繼會離棄你的時候 到時候你教英文的老師 可能都是一些很硬啊 很清亡不折啊 水平不高的同工來教的時候 那整個英語教育又倒閉了 所以其實你有時候的東西是橫橫相扣 出現了很任性的做某一件事情的時候 結果你是要承擔的 你說這些是文科方面 比如之前我看到連數號這些理科都有國安 是不是現在都出現了 一定有的了 一定有的了 其實它就是在用中國的內容 它就問你 現在我們在學的單位 比如說幾公里 好像是幾公里 就問長江幾公里 黃河幾公里 然後再叫你列一些中國的地理的東西 就問你這個長度單位 然後它竟然話風一轉 就是講完這些客觀的數據之後 下面有一個所謂的反思的部分 就說啊 中國裡面有最長的河流 所以我們要愛中國 那就是藉此來用所謂的同理心 去建構愛國的思想 那時候我post了這個 就是分享了這張工作紙之後 那些讀者就問了 那如果香港的河那麼短 是不是就是不用要愛香港的了 就是你竟然用河流的長短來決定 我應該愛它多少 這個其實又不符合邏輯 又不符合數學的要求 所以其實你會見到 香港的外國教育呢 或者國安教育呢 那些東西是這麼粗糙的 所以整件事就是說 我們會見到 短短兩三年之間 當國安這些這麼 講得白的這麼PK的東西 存在著在香港教育裡面的時候 整個香港教育那個質素呢 就是那個什麼 是幾何式的這樣倒下去 做的東西是既不符合邏輯 亦都是不符合那個教學的要求 全部都堅硬把國安元素 陷入去裡面 其實是非常噁心 但是不噁心 他就交不了差 表現不了他們 擁護國安教育的這個做法 所以其實這件事 由小學到中國 不斷地出現著 所以我經常都說笑話 為什麼我要搞教育指針 因為其實明知道 香港的教育呢 接下來這段時間 是會倒的很快很快 基本上你每天都有 新鮮的事情發生 就算你請一隊 專業的記者 每天去報教育新聞 其實都報不完 但是問題外於資源的話呢 我們就只能夠抽一些 重要的來報 或者只能夠照顧到報料的朋友 他們的這個需要 所以其實你會看到 就是當初我的看法呢 其實到現在為止 我想應該是沒錯的 就是教育的那個消息呢 是非常之多 每一個的持份者 包括學生、家長、老師 其實對於香港現在的教育急速的衰敗呢 是會有很多的觀察 其實他們有很多東西想說 所以他需要有更加多的平台 給他們來宣洩 但是奈何就是說 現在在香港裡面呢 很多的媒體都不敢去做太多的教育的報導 因為教育本身已經是很政治化的東西 你將政治化裡面的內容 別人的感受也報出來 其實這件事已經是很爆炸性 很政治性的東西 所以其實都不安全的了 所以就唯有可能我們海外的朋友呢 就要做多些 令到相關的資訊呢 可以為世人所見到 所以大家如果有些什麼 對於教育的觀察的話呢 不妨都可以聯絡我 讓大家可以在這個節目啊 或者在我的平台裡面呢 都可以報導出來的 國安本身就是一個有意識的操控啦 他就要求你這樣做啦 但問題就是 因為整個教學的環境已經變了 就是由2020年以前 我們很強調政治不進學校 去到現在很強調 政治必須大舉進入學校 你不要告訴我外國不是政治 這件事就很bullshit的 每一個環節甚至乎 不只教學了 而是說學校裡面所有時間 都必須要跟政治掛勾 所以其實我始終裡面 報導過都相當之多 甚至乎有學校呢 其實都充分利用消息的時間 來做政治的宣傳 包括有學校呢 竟然在消息裡面播紅歌 其實我們都未必經歷過中國政治生活的人 可能會知道 但是學生其實未必知道 譬如說這個長征組曲 《孔珠不怕》 《袁僧懶》 這些東西 竟然在香港裡面的學校 小息你會聽到他的歌 是啊 那就不一而足 所以其實你會見到 剛才你說的音樂科都有 所以我就想起這個例子 所以其實現在所有的學校都遍佈著這些資訊 包括就是說 中小學的校園 都必須要有迫鋪板來講國安教育 那20個範疇 所以我們開玩笑 那時候就是說 4月初的時間 這個DSE開校 這個公社科的學生 如果突然間他們答國安的時候 那些 那些 Supposed 要背的東西 他們沒有背到 他可以舉手去廁所 然後在校園找回 咦 國安迫鋪板在哪裡 我要抄東西 麻煩 那都可以的 所以其實情況去到這樣的地步 就是政治的信息 是在學校裡面鋪天蓋地 每一科裡面都要花相當的課時 來處理國安的資訊 那這個就是香港現在 新香港的教育 要你去做的事情了